首先有人問到,當基督徒離世,是不是去到睡覺呢? 有些人說到基督徒去陰間,到底基督徒死後去哪裡呢? 是不是去天堂,還是去另一個地方呢? 我想說,在《舊約聖經》陰間這個字,是有一個闊的定義和窄的定義 例如,律法有時可以有一個闊的定義,指導《舊約聖經》,有一個窄的定義就是神的戒命 這是一個名詞可以寬和窄的定義,譬如福音都可以包括所有真理的寬的定義 窄的定義就是講到耶穌基督拯救我們,為我們釘寫在十字架上,把救恩賜給我們 這個就是福音的窄的定義,好了,陰間在《舊約》裏面呢 有一個闊的定義就是,死了就是陰間了 譬如詩篇一百三十九篇第八節那裡,大衛說 我若升到天上,你也在那裡,我若在陰間下塔,你也在那裡 這裏不是大衛說到,如果我死去地獄 而是說我死了,這個陰間的意思不是說到去地獄的意思 而是說,死亡,陰間的一個闊的定義就是死亡 然後窄的定義就是地獄 那到底基督徒死後去哪裏呢? 最清楚的經文,譬如一章二十三節 寶羅說的,我正在兩難之間,寧願離世與基督同在 因為這事好得無比的 那這裏呢,寶羅就說到他離世 他寧願離開這個世界 就與基督同在 就是與耶穌一起 這事好得無比的,是非常好的 所以寶羅不是說到他死了之後呢 就睡覺了 因為聖經有說到在主裏面睡了的人 那到底意思是指到,即是說基督徒死了 就好像睡覺什麼都不知道這樣呢? 寶羅在《弗勒比書》一章二十三節裡說 就不是什麼都不知道,不是睡覺 乃是呢,與基督同在 因為這事好得無比,是非常好的 去到跟耶穌一起是非常好的 所以基督徒死後是跟耶穌一起,就是在天堂的 那為什麼聖經有說到在主裏面睡了的人呢? 這個是用一個人的,就是這個世人的角度 也可以說是一個figurative language 一個代表性的字眼,不是一個literal的字眼 在主裏面睡了的人 你見到一個人死了的時候,他好像睡了覺 就是這樣的意思,不是說他現在是沒有知覺 其實他是有知覺,他在天堂那裡是有知覺的 所以這個稅料只是說到一個用人的角度去看 他就是好像睡了覺,這樣的意思 並不是說到基督徒死了之後呢 是好像睡了覺那樣的 因為寶羅很清楚地說,我寧願離世與基督同在 是好得無比的 還有耶穌就跟那個一起被釘的犯人就說 我實在告訴你,今天你要跟我再樂園裡了 有些人識經呢 他又會說樂園就是另一個地方 就是天堂地獄和樂園 那這個也都是沒有用全本聖經去解釋 因為跟著在路加福音23章46節那裡 這裡講到耶穌的情況 耶穌大聲喊著說 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手裡 說了者話,氣就斷了 這裡講到耶穌死的時候 是將他的靈魂交在天父的手中 所以他死的時候呢 他是去天父那裡 天父那裡就是天堂 所以基督徒死了 就是跟耶穌一起在樂園 這個樂園呢 就不是天堂以外另一個地方 就是天堂 因為那裡就是天父的地方 就是耶穌呢 他將他的靈魂交在父手裡面 就跟天父一起了 跟天父一起呢 那個犯人也都跟他一起 就在天堂那裡是跟他一起 也都是保羅後來一起的 就是呢 與基督同在 因為這事情好得無比的 OK 所以基督徒死後 並不是睡了覺 就是如果 單是用基督徒睡了覺這件事 我們看肥樂比書一章二十三節 就會有困難了 因為他說我寧願離世與基督同在 那明明說到和基督徒一起 為什麼會睡了覺呢 所以我就明白 在講到在主裡面睡了的人 不是指到他們現在的靈魂睡了覺 而是指到他們呢 在人的眼中 就是一個代表性的字眼 他就好像一個人睡了覺 那現在看到他呢 屍體睡了在那裡 這樣的意思 OK 那有沒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就是先提到英文的問題 回答到了 OK 好 還有沒有人有 東西想問關於這方面 在我們繼續 下一個 就是我們今天講的經文之前 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關於這方面 我想請教你 寶寶仔在媽媽的懷裡睡覺 那寶寶仔也是跟他媽媽同在 他睡覺也等於 也可以同在的 就是說同在呢 就是在這裡睡著 沒有知覺 不是沒有知覺 是很享受的 在媽媽的懷裡睡覺 主懷安息 那問題就是有沒有知覺 其實另一個經文呢 我在這裡沒有寫出來 就大家知道有知覺 就是耶穌的比喻 拉撒路 才主要拉撒路的比喻 才主和拉撒路都有知覺的 才主在地獄裡面很痛苦 所以這裡也告訴我們 人死後不信耶穌的 是即去地獄 雖然未到大審判 大審判就是一個公開的審判 不是說到大審判的人才去地獄 不是說 未到大審判 他還在天堂那裡不會的 他是即去地獄 而拉撒路呢 那他就用那個字眼 就是在阿伯拉罕的懷抱裡面 那這裡呢 就是不是有第三個地方 有天堂 然後呢 阿伯拉罕的懷中 不是有另一個地方 這個只是一個 在以示人來說 一個字眼形容 讓他們看得到 他在阿伯拉罕的懷中 他們覺得是 他們的祖先和神在一起 他們都會和神在一起 所以呢 我們死後是有知覺的 重點就是有知覺 並不是睡了覺 不是睡了覺那種 是有知覺 有知覺 那是不是個個都在天堂那裡 睡了一個個個 睡在地上呢 那在這個拉撒路那裡的情況 就不是看到他在睡覺那種 那你說 是不是好像睡覺那樣安息呢 可以這樣說的 不過他不是真的睡覺那種 那種 我就覺得 如果這樣說 這也是一個 又是一個代表性的字眼 是 拉撒路是很明顯是 是有知覺 有動作的 OK 好 還有沒有人想問呢 牧師我想問呢 就是說 人死了 就 即是立刻和上帝一起 就不是說等到 信耶穌 信耶穌而跟從耶穌的人 是啊 那就是說 不是等到大審判之後 才上天堂 是啊 是啊 我現在才這樣說 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 因為這才好得無比 是很清楚地說到 就是和耶穌在一起 哦 即是會立刻和耶穌一起 其實那裡就是等於我們所謂的天堂 這樣 是啊 哦 這樣 OK 好啊 因為以上的經文 我現在傳了給你們 都是很清楚地說到這件事情 牧師啊 有一件事情 就是那些壞人呢 就死了 就應該去陰間 等待 耶穌的將來的審判 才下地獄呢 這件事情 裁主即時下地獄 哦 即時下地獄 即是 剛剛就說了 即時下地獄 他們不是要等到大審判 大審判就是一個公開的懲罰 是沒有第三個地方叫陰間的 這個只是舊藥 它用一個字眼 這個字眼 有時寬的意思就是死亡 但是窄的意思是講到地獄的 哦 明白 即是沒有陰間的 應該是 不是沒有陰間 而是陰間的定義是什麼 窄的解釋 陰間的定義是什麼 陰間不是地獄之外 另一個地方 即時我講了陰間可以有寬的意思 還有窄的意思 還有窄的意思 窄的定義 窄的意思就是地獄 是的 明白了 OK 好 那其實如果是這樣審判 是公開 公開 是一個公開的行動 公開給所有人看到他的罪 不是 並不是 那時候才判斷這個人去天堂還是地獄 根本已經是判了 因為他沒有耶穌在裡面 他已經是判去地獄 不過這個審判是把世人所有的行為顯露出來 哦 就是缺智和洗禮 耶穌死後都告在陰間的 OK 這個 首先 我們要知道 使徒信經和聖經 所講關於耶穌去陰間這件事 我現在去 我回到電腦裡 我拿個經文出來 在聖經和使徒信經是有分別的 那我就想說 使徒信經在這裡 是那個時間上是寫錯了的 這個我那時候在神學院都是很清楚 講到這件事 使徒信經是有一句說話 那個次序是錯了的 那我不是說叫人不要念使徒信經 但是這個在神學院學的時候 通常神學生都會知道 在《使徒信經》那個次序是寫錯了的 那麼在 《彼得前書3章18》 《彼得前書3章18》那裡說什麼呢? 因基督也曾一次為罪受苦 就是義的代替不義的 為要忍我們到神面前 按著肉體說他被自死 按著靈性說他復活了 他藉者靈曾去傳道給那在陰間裡的靈聽 OK 這個經文就講到 耶穌為罪受苦 有古捲作受死 就是義的代替不義的 說要引我們到神面前 就是他拯救我們 按著肉體說他被自死 按著靈性說他復活了 這個按著靈性說他復活了 不是只是靈魂復活 是整個身體 不過這個對比肉體 就是在肉體來說 他被人釘死 但是在屬靈的境界 所以這個靈性不是指到 他的靈魂復活 耶穌復活是整個身體復活的 身體和靈魂復活的 所以這個按著靈性說 這個意思是 就是在屬靈的境界來講 他是復活了的 然後他藉者靈層去傳道給那些 在監獄裡的靈聽 然後他就去到監獄裡的靈聽 這個經文其實就是 應該指到地獄的 在地獄裡面的人聽 那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是什麼意思呢 首先那個次序先 他復活了之後 然後去地獄的 就不是去了地獄 然後去復活 因為在《使徒信經》那裡寫 就死了葬了下到地獄 第三天從死人來復活 這個是《使徒信經》所寫的 那是好像按照人的思想 就說耶穌死了 然後到地獄 然後第三天從死人來復活 但其實這道經文 是很清楚說到 他復活了人去地獄 這個次序是《使徒信經》寫錯了 但是我們依然可以用《使徒信經》 因為它裡面的 就是這個次序有問題 耶穌復活和耶穌下到陰間 這是真實的 那到底這個《傳道》 到底這個字的意思是什麼呢 這個字的意思可以是宣告 那到底是他去傳福音給他們 他有機會信耶穌 還是他去宣告 那從整本《使徒信經》 應該是指到宣告的 這個可以說是一個困難的經文 而中文用了《傳道》這個字 其實可以說是宣告 即是宣告他的德性 去到地獄去宣告德性 所以耶穌下地獄 並不是他死後下地獄 是他復活之後 然後他帶著他的身體下地獄 去宣告他已經得勝 勝過死亡的權勢 他是已經得勝的 OK 有沒有問題嗎 關於這方面 很好啊 明白 OK 好 還有沒有問題想問 關於這方面 關於死人去哪裡 基督徒和非基督徒 即是說以前有 我曾經聽過有些人說 即是大審判的時候 神就會叫醒那些 即是之前已經死了的人 即是不對了 因為你說 不過他沒有用叫醒 聖經有說到 行善的復活得生 作惡復活定罪 是復活的 問題就是復活是甚麼來的呢 復活就是這樣 如果按照聖經 聖經是沒有這樣解釋 不過我們所有發生的事 我們就知道是甚麼呢 死了基督徒去了天堂 死了的不信者 或者口話信 但沒有跟從神 那些一樣照去地獄的 因為他們生命沒有改變 他們不是靠行為得救 但信心完全沒有果子 信心是死的 那些人都是落地獄的 復活的時候發生甚麼事呢 就是信耶穌的人的靈魂 信而跟從 其實我也會這樣跟別人說 我信而跟從 不要這樣說 信耶穌有時候有些人會說 我信 其實很多人都會這樣說 你看看 一信就可以了 你犯多少罪都不要緊 一信耶穌就得救 那聖經是說到 我們人不是救自己 所以一定是耶穌救我們 所以我們一定要靠耶穌才可以得救 沒有人可以靠自己的行為得救 但耶穌救人之後 就不是叫人繼續犯罪 如果那個人繼續犯罪 而不悔悔 他是不去到天堂的 他一定是生命改變 被神去更新 神會更新他 他回應神的更新 他就會結出果子 這個就是神的心意 就想我們是改變的 活出果子的 如果一個人說信耶穌 但他完全沒有改變 他的信心是死去不到天堂的 好了 那去了天堂 信而跟從的人 去了天堂 他就在復活的時候 靈魂就回到他的身體 而神是將他的身體再造的 因為每個人死了之後 他的身體一定是變差的了 那有些甚至根本都找不到的 那就會在那個時候就會復活 並且是變為榮耀的身體 在一撒時窄眼之間 號碼要響 死人要復活 那你就要變為不撓毀的 必撓毀的變為不撓毀 必死的變為不死 那時候我們會變為 好像基督榮耀的身體那樣 是不再死亡的 所以復活是靈魂和身體聯合 而不信耶穌的人 他們的靈魂就在地獄裡面 上一上回來 可能在永恆來說 他們覺得這段時間 真的舒服很多 因為他們在那時候不用地獄折磨 但是他們面對神 都是很恐怖的 因為他們帶著罪 所以他們會很懼怕 那他們就會 但是他們當時來說 應該就是脫離了地獄的火 那一段時間接受審判 那他的靈魂就跟他的身體配合 那不信的人的身體會是怎樣呢 我們不能夠肯定知道是怎樣 不過應該是有一個身體看得見的 他身體是 腐爛了 那有些身體的難度都看不到的 是怎樣的 我們不知道 不過總之他是 總之有個身體 看得出是那個人來的 他們一定不是榮耀的身體 一定是 應該就不是好像 在地上那時候那種的 開心啊 輕鬆啊 美麗啊 就是在地上人都會美麗的嘛 但是在那時候他們復活 應該是不會的 這個狀態 這個聲音也沒有說的 這個只是我自己個人的推測 那他們復活的時候 那個身體是 總之應該就是 跟地上是應該有分別的 但是基督徒就完全不同了 是榮耀的身體的 那所以這個 講到說 喚醒 他用喚醒 這個就是一個 figurative的language 就是 那 就是 那 也都可以這樣說的 真的 他有聽到神的聲音 叫他起來 總之 他是會復活的 那靈魂就會 回到身體那裡復活 OK 好 有沒有問題 你意思是說 就是 信而跟從耶穌的人死了 就會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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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有回 榮耀的身體 那 我們不是 在天上的時候 是 應該是沒有身體的 應該就是 應該就是 只是靈體的 不過 會不會有可能 神都給他身體呢 我不知道 因為有些人就說到 這些是參考的 有些人說到天堂 見到他的家人 接著就抱著他 真的覺得有人抱著 就不像 不像 靈體那樣的 那 就 有一個人 叫 Roberts Liarden 他十歲的時候 去了天堂 他很出名的 因為他有寫 關於很多 復興者 怎樣的生命 他是很特別的 那 他就說到他去天堂 他就站在天師旁邊 他就跟著 拔他的毛 他的羽毛 但是拔也拔不出 那 他摸到天師 也是有身體 但是天師是靈體 到底 天堂是怎樣的呢 這些我們不能夠 有絕對的答案 只是說 可能 神給他一個 一個身體 這個身體也是榮耀的 但是他復活的時候 真的跟他自己的身體復活 因為神 好像耶穌一樣 耶穌降生之後 他可以帶著這個身體去救藥 那是否 基督徒 都在未復活之前 都帶著這個復活的身體 在天上呢 我們不肯定 不過這個只是一個參考 因為有些人去到天堂 看到那些基督徒 並不只是靈體的 有可能他們是靈體 神給他們一個身體 是好像可以感受到的 第一是 就是兩個都可能性 那這些其實我覺得不重要 因為 到時我們會知道 哦 就是說其實如果 有一個身體的話 那就是到大神會 耶穌都不用再喊醒他 如果他有身體 聽不清楚 到大神會不用什麼 我意思是說 如果 死了之後 真是 就是上帝給我們一個 榮耀的身體 那就是說 到 明天大審判 耶穌都不用再喊醒我們了 因為如果我有個身體 我當然是醒了 是他的身體的復活 就是 人呢 根本就是在天堂 根本是有知覺的 所以他不是叫醒 他是 根本是有知覺的 是天上有知覺的 不過現在呢 轉移了一個地方 就來到地上 就是他身體復活 OK 我想問呢 是 我們重生了之後呢 我們有一個新的靈 那聖靈就住了在我們裏面 聖靈就在我們裏面 那我們 如果 但是又不是很 信神 就不是很跟從 那樣 一死的時候 馬上下了地獄 那樣 那樣 當然不會 凡是那些不跟從神的人 他跟神已經沒有關係的人 根本聖靈就不會居住在他裏面 如果他得救的話 聖靈就會一直 隨著他們的 那些沒有跟從神 他說信了耶穌 但是根本沒有跟從的 他的信心是死的 根本聖靈沒有 從來沒有居住在他心中 或者居住然後離開的 譬如他真的有個時候 他真心祈禱 真心信靠耶穌 那聖靈就住在他心中 但是呢 他根本之後呢 完全沒有親近神 或者他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譬如可能有一段時間 他都是親近神的 但是過了一段時間 他完全靈親近神 不是說一不親近神 立刻聖靈離開的 他是一路拒絕聖靈的感動 聖靈感動的悔改 他又不聽話 那時候呢 他就是 逐漸逐漸 聖靈的同在 越來越弱了 去到一個程度 他完全拒絕 他不再去想神了 他不再去祈禱了 不再去回應聖靈的 任何的感動 那聖靈是會 完全離開他 以後他 才落地獄的 他死的時候 有沒有經文 有沒有經文說 聖靈內住了 又會因為你 不是很理他 又 聖靈又會離開呢 我呢 就有一個文件 就講到 人可以失去救恩 就是 裡面呢 是有講到 就是 人是可以 就是 不得救的 很清楚的 尤其在希伯萊書那裡 有兩個經文 是很清楚的 那些我遲些傳給你們 因為 因為據我的認識 其實重生 是一個新的創造 來的 是一個新的靈 是一個新的靈 和一個聖靈 是一個新的創造 就是 怎樣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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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樣呢 是變回 做 又離開了 這樣 不知道 就是這樣 那就不是一個印記 就是 希伯萊書六章四至八節 論到那些已經蒙了光照 尚個天恩的滋味 由於聖靈有份 並尚個神善到的滋味 各誤來世權能的人 這裏很清楚 很清楚 是經歷過聖靈的 蒙了光照 即是他本來在黑暗裏面 被神光照 尚個天恩的滋味 尚個神的恩典的滋味 由於聖靈有份 是經歷過聖靈的 並尚個神善到的滋味 尚個神善良的 華語的滋味 各誤來世權能的人 他各誤來世的權能 神的權能 來生 將來有神的永恆的權能 若是離棄道理 就不能叫他們 重申奧悔了 因為他們把神的兒子 重釘十字架 明明地羞辱他 這裏講到 就是一個人已經很清楚 經歷過聖靈 但是離棄道理的時候 就不能重申奧悔 那這件事到底 是不是一離開神 就會永遠沒有機會得救呢 那我們就不會下個判語 因為有可能 有說到蝕毒聖靈的罪 包括在內的 希伯拉斯十章二十六到三十一節 我們看看 因為我們得知真道以後 若故意犯罪 贖罪的罪就再沒有了 唯有戰據等候審判我那 這個故意犯罪到底是 其實基督徒真的 個個都有試過故意犯罪 那這個故意犯罪 是不是真的 就是任何一次故意犯罪 或者包括下面那裏講到 蝕萬聖靈呢 就是有可能是 蝕毒聖靈的罪 他又故意犯罪 就是這個定義是怎樣 我們不知道 但是呢 肯定就是 如果一個人仍然有聖靈的感動 仍然神會 將平安喜樂自給他 他會悔改 聖靈會感動他悔改 又感動他信靠耶穌 他親近神的時候 又有平安喜樂 有力量 那聖靈是沒有離開他的 那他仍然沒有犯到這個罪 就是仍然有聖靈的交流 聖靈的感動 他會回應聖靈呢 他就未曾犯這 兩個經文所講的罪 一個就是講到離棄道理 一個就是講到故意犯罪 因為其實基督徒可以說 有沒有一個是未曾試過 從來未試過故意犯罪呢 那我可以說 個個都試過 那什麼叫故意犯罪呢 聖靈說了我們 去 遙恕人 那有沒有的時候 我們不肯遙恕人呢 或者不要說謊 有沒有時候 我們會說謊呢 或者看見婦女就動淫念 有沒有人 望見婦女 知道是不對的 但是都會停留在那個 罪的意念裡面呢 就是我可以說人人都有試過 但是這件事我們不要繼續試 因為聖靈是有警告的 故意犯罪是有警告的 所以我們千萬不要故意犯罪 但是呢 到底這個經文 我講到他屬罪的祭沒有 再沒有了 就是不能夠再屬罪了 那到底的意思是 是不是包括下面那裡 踐踏神的兒子 你將他的聖聖的血 滋藥的血 當作平常 又蝕慢施恩的聖靈 又蝕獨聖靈 又欣漢神的救恩 欣漢神的兒子 到底是為什麼呢 我們不是絕對肯定 就是很多人就認為 這個是包括了蝕獨聖靈的罪在內的 那上面那裡也都有可能 就不是只是離開真道 而是會蝕獨聖靈去抵擋聖靈 但是呢 我們兩人都不太煩 但是呢 在希伯來書六章四節八節 很清楚說到 這些人很清楚是有於聖靈有份的 就是這幾句是很清楚的 夢了光照 上個天恩的滋味 由於聖靈有份 並上個神善道的滋味 覺悟來勢權能的人 是很清楚說到這個人 是曾經清楚重生得救的 但是他可以失去了救恩的 所以聖經是有說這件事 所以John Calvin 約翰加爾文就是這個reform church 就是修正改革宗 改革宗 還有呢 就是有些相信一次得救永得救的宗派 他們是 他們說這些經文就不是真實的 就是不會發生的 從來不會發生的 只是一個警告而已 從來不會有基督徒會這樣離開真道的 就是他們就會這樣說 但是聖經其實多處 你看回整個文件 是有多處說出人是可以離開神的 在譬如提摩太前書四章一節 也很清楚 聖靈明說 在後來的日子必有人離棄真道 聽從那引誘人的邪靈和鬼魔的道理 還有馬太二十四章我們有說到 就很多人跌倒 並且彼此陷害彼此恨戶 如果基督徒會跌倒 又會陷害其他基督徒 其實很證明他已經失去救恩 基督徒會陷害 即是說出賣基督徒 在馬太二十四章說到 耶穌回來之前就會很多人跌倒 並且彼此陷害彼此恨戶 即是他們會出賣其他基督徒 陷害其他基督徒 告訴基督徒 這個是基督徒 這個是牧師 你去抓他 如果他去到這個位置 他肯定是已經離開神了 所以這個經文說到彼此陷害 是說到他真的失去救恩 並非只是跌倒 不只是普通人跌倒 即是暫時離開 是真的失去了救恩 OK 有沒有回答你的問題呢 你可以詳細再看這個文件 這個文件 我搜集不同的經文是很清晰的 因為我任何聽到的神學觀念 我都一定去詳細用聖經去分辨 我整本聖經看完一邊看看 用這個觀點去找回 到底聖經有沒有說這件事 我是很清楚 即是多處見到這件事 見到就是說人可以失去救恩 OK 還有沒有問題想問嗎 阿牧師 在馬太福音 耶穌死的頂象 馬太福音27章 他說 墳墓 二節那裡 墳墓也開了 即是他死的時候 耶穌死的時候 墳墓也開了 以睡的聖徒 多有起來 已經起來了 接著五十三節 耶穌復活以後 他們從墳墓出來 進入聖城 向許多人展現 那這裡意思是否已經 耶穌死的時候 有一群人已經復活了 是的 這是一個短暫的復活 因為他們跟著都是死了的 所以這個復活 不是將來 基督徒復活那種復活 因為他們是 他們是 暫時復活 是的 後來他們都是死了的 這些基督徒沒有永遠生存 而且他們沒有改變形象 沒有改變形象 他只是 仍然是一個普通人的樣色 哦 明白明白 好的 還有沒有人想問 聖經說 有些人 他死了 但是耶穌說 我不認識你 他說我是奉你的名 講鬼 奉你的名 去傳福音 那 其實這個情況 是在什麼情況之下 這個是審判 大審判的時候 大審判 是的 就是說那些人其實是 下了地獄的 他已經下了地獄 然後在審判的時候 上來 然後 他們就跟耶穌說 我以前奉你的名傳道 我是教會牧師傳道 我也想講講給大家知道 有些宗派已經現在 是不信全本聖經是神的說話 或者甚至信 不相信聖經是含有神的說話 只是覺得聖經是一些道理 耶穌只是一個教師 不相信有一個絕對的真理 真的耶穌是賜給人永生的 亦都不相信真的有天堂地獄 就是有些宗派去到這個位 那有些宗派 比如天主教 他是相信任何宗教都可以得救的 就是神是用不同的宗教 向人去啟示 那這個又是 就是違反聖經的 有些 比如有些宗派 他們會同意同性戀 就說同性戀的人可以繼續在教會裡面 我們都會向同性戀的人傳呼聲 不過我會叫他離開同性戀的罪 我會一步步引導他離開這個罪 就不會說你繼續同性戀 因為聖經的警告都挺嚴重的 舊約直接要扔死的 那身弱也都講到他們在他們身體上 受這個妄為當德的報應 就是很清楚講到神是不起穴這件事的 神是徵護這件事的 OK 好 還有沒有問題 沒有了 我們這次就停在這裏 我們一起祈禱 有沒有事 有沒有事 我想問 就是 就是死了 意思是 聖經上面說 有經過審判 但是呢 就是硬罪 硬義 硬過人的審判 將來是白色的大寶座 大概就是受審判 我意思是說 就是有些人犯罪或者不信的 還有聖主的基督徒 就是都是有一次的審判 就是人人人都可以看到嘛 那個白色的大審判 達寶座 就是 意思是說呢 硬的義 或者不義的 或者硬的賞刺 是不是都要經過那一次呢 就是 我意思是想問 基督徒和不基督徒 都要這樣經過一次呢 這個 是的 ok 好 這個經文呢 其實我們從馬太福音二十五章 就會得到答案的 那 就 因為呢 有很多人就會這樣說的 有基督台前 顯奴 基督台前呢 就只是給基督徒 就是他這樣說的 有些人 但是呢 在馬太福音二十五章 三十一節 當人子在他榮耀裡同著 送天使降臨的時候 我現在把經文傳給你們 馬太二十五章三十一節開始 當人子在他榮耀裡同著 送天使降臨的時候 要坐在他榮耀的寶座上 萬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 他要把他榮分別出來 好在牧羊的分別 綿羊山羊一般 把綿羊安置在右邊 山羊在左邊 這裏是說到 將所有的人 萬民全部聚集在一起 然後呢 綿羊在右邊 山羊在左邊 所以這裏是說到 全人類一起的 並不是說到 就是 不是說到 只是基督徒的 是一起審判的 是 是 是 OK 有沒有回答了 你 回答了 謝謝 沒事 OK 另外呢 我先想問一些事情 我早期 在蒙中那裏 你看到 一個淡淡傳 一個 那些人 全面 空位 很多人 中間那裏 淡淡傳 那個空位 中間那裏 就要十字架 我就看過 我蒙中那時 在蒙中那裏 看到那些人 是不是 那些人在等審判呢 是 可能的 就是你講的 可能 就是 因為你這個 只是你一個夢 是 我看到 這個東西 就好像是一個 中間有一個 十字架 這個是 你的夢中 這個不代表 一定是真理 不過呢 就是 可能是 是的 即是他 即是他 很多人 他是擔不擔 那些 補助 就是中間 一個十字架 這樣 是的 明白了 OK 好 還有問題想問 如果沒有 我們就一起祈禱 幾個新祈禱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主耶穌 你很大的恩典 讓我們能夠 清楚得救 耶穌為我們 釘十字架 付了一罪的刑罰 因為我們本來 每個人都要受罪的刑罰 但是我們現在 可以得著 赦面 是一個很大的恩典 我們感謝讚美你 多謝讚美你 有神萬事足 有神 我們就歡喜快樂 我們 真的感謝神 我們都 在祝神的救恩 耶穌為我們釘死 是一個很大的救恩 所以我們在祝耶穌的救恩 祝耶穌賜給我們的永生 祝聖靈在我們心中的工作 我們不停留在罪中 因為我們知道罪必帶來破壞性的 所以我們真心的悔改 離開罪 求耶穌更新我們 拯救我們 改變我們 將整個生命改變 主耶穌我們需要你 我們感謝讚美你 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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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神你真美好 主耶穌我們也有這個榮耀的盼望 就是我們與基督同在是好得無比的 我們有一天去到天堂是好得無比的 不過我們留在世上是更加重要 能夠祝福更多人 求主幫助我們有一個目標 就是我們會 援揚福音去拯救靈民 我們不只是為了自己 享受生命 不只是為了自己得到神的祝福 而是我們想到世人是沒有耶穌的 是很慘的 我們需要去拯救他們 求主 詩恩祝福 憐憫我們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多謝天父的大愛 多謝天父的大恩 真是好的 我們有神 我們就歡喜快樂 我們是可以 盼望這個日子 我們盼望這個日子 我們將來見到耶穌是最好的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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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感谢天父 有神万事足 我们有神就欢喜快乐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主啊我们 全心感谢赞美你 全心感激你 赞美你 哈利路呀 多谢天父 感谢天父 主帮助我们都成为中心的 伏人 中心的去传阳福音 中心的去拯救灵魂 活出神理的果子 又叫我们看得到 跟从神是最蒙福的 神一定欢喜的 神一定欢喜 而且跟从神并不是很难的 因为我们一悔悔神就欢喜了 我们一遵从神 神就欢喜了 并不是很难的 神是很喜悦 我们亲近祂的 会加力给我们的 圣灵会不断感动我们的 所以我们跟从神的路 是欢喜快乐 神又会赏赐 又会祝福的 多谢天父 哈利路呀 感谢耶稣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哈利路呀 哈利路呀 感谢耶稣 有神万事足 我们就欢喜快乐 我们全心去跟从你 永远跟从你 永远都不离开你 感谢天父 多谢耶稣 哈利路呀 哈利路呀 求主帮我们都做 中心的伏人 感谢主 赞美主 祈祷奉主耶稣 圣名阿们 希望我们个个都 第一帮自己 清楚得救 清楚和神 有生命的关系 都帮助人呢 清楚得救 就不要这么说 他信了耶稣 就可以了 那一定是要帮他 继续跟从的 那在这里呢 我都讲一讲 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在启示录20章 那里呢 就讲到呢 是 这个白色的大宝座的审判 我将个经文传给大家 那里呢 就讲到一个白色的大宝座 宇座在上面的 天地都逃避了 那死了的人 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面前 案卷展开 并且另有一卷展开 就是生命冊 所以有生命冊的 有案卷的 那这个呢 生命冊应该就是信耶稣的人 就名字在那里 那案卷呢 就应该是 指到是 要么就是所有人 要么就是不信那些人 那然后呢 海就交出其中的死人 那他们各人都按 照各人所行的时候审判 死亡的阴间 也都冥在火湖里面 那如果人没有在生命冊上 他就被冥在火湖 那就是说 这里是包括不信的人 那但是也都有生命冊 如果生命冊 就是包括基督徒 所以这里是包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 就是这个经文和马太二十五章 但是因为呢 这个dispensationalism 就是时代论 时代论可能大家都听过的 譬如他们很强调这个 千禧年 和灾前避堤 他说到这个世界有七个时期的 大家都可能会听过 譬如说到以前是无知时期 就是亚当夏娃那时是无知时期 那有其他的时间 有些我也不是很清楚的 那就是不记得了 我看过了 不过忘记了 那就是说到律法时期 和恩典时期 那他们的特色就是识经很多事就是这样的了 他们就会把很多名词就会分开 这个名词稍微不同就是另一样东西 但是我们从这个经文看到 其实包括心灵策的 所以包括信的人和不信的人 还有马太二十五章 主要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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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天父 我都说 我补充一点 为什么 那么多时你们问问题 我都能够回答呢 就是因为我 经常听到这些问题 我就会去研究 我会搜寻全本圣经去搜寻 那我又会写下 我会记录 这个就是一个研究的心 我希望大家都有这个心 其实我这个研究 不是在我做好牧师之后 才发生的 我初信的时候 已经开始写笔记的 我就会写下 那时候就只是手写 没有电脑的 那么我后来现在用电脑 那就方便很多了 那我都希望大家有这个习惯 将一些教导 写下 或者是电脑打出来 留下 还有我有很多的文件 其实那些是很多的研究 很多的搜寻 大家都可以珍惜有的 在这个Google Drive那里 我很多文件放在这里 大家都可以去那里下载 也都有很多图片 有经文的图片 如果大家讲信息 你都可以用我的经文的图片 我不是限制于 只是我自己用的 大家都可以用的 我所有做的东西 大家都可以分享给别人 不需要问我的准许 有些人觉得是好的 我的影片 我的文件 都可以分给大家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